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 拼經濟 反網步 好,今節 我們就講一講一下有錢人出手 出手調解一下也好 之前就講過 沙地阿拉伯 就幫忙 是令到 美國可以拿回 一些戰夫包括那兩位退役的美軍 今次的國家就不是沙地阿拉伯 就是這個 台灣地區的名字和別人又不同 我想問一下 這個 阿聯友在 你們國家是不是一般中文媒體都叫 阿拉伯聯合友掌國 全清 台灣不是的 台灣是叫阿拉伯 知不知道是叫什麼 聯合大公國 聯合大公國 如果按照他們那麼喜歡 叫做 他們解釋 如果按照他們解釋應該叫阿公國 是嗎 阿聯友 如果他這樣應該叫阿公國 那不是 台灣地區 人家阿聯友是國際慣例 他就給兩個字叫阿聯 阿聯 尊重一點點 我以為是亞洲聯盟 所以 台灣地區自稱 蔡政府經常說 我們已經是獨立了國家 當然 第一件事台灣不是獨立國家 第二 就是 喂 你們說得那麼 認真說自己很有國際地位 為什麼你們那些經常亂翻譯 我們看 香港的 這個正正式式 這個國家的 領事館 他們就寫著 歡迎造訪阿拉伯聯合友掌國駐香港領事館官方網站 人家官方的翻譯 阿聯友官方的翻譯 都是叫自己阿拉伯聯合友掌國的 喂你什麼都自己搞徒的當然 你什麼都要翻譯得出的 蒲亭蒲丁 這個 蒲蔭 都可以 翻譯得出的OK 沒問題 即是說到 我們要國際 社會承認我們 你有沒有跟國際社會那些 那些翻譯約定俗成那些東西 沒有 沒有人知道你說什麼 說回來 媒體就爆料 現在 俄羅斯和 烏克蘭的代表上星期去了阿拉伯聯合友掌國 對於雙方交換 俘虜的可能性 進行 雙討 台灣地區 你知道 雙討或者雙糧叫什麼 喂 土雙 不是 是會商 什麼呀 即是 你翻譯了那些東西 你聽到第一個反應就是 喂 他在說什麼 你不要翻譯出來這樣行不行 會商是會面相談 或者會面相討 並且 這個商討會議 亦都是 打算恢復俄羅斯 化肥 原料 安息 經過烏克蘭的管道 對亞洲和非洲出口 都會談一談 都會談一談的 聯合友掌國 有力一點 其實你要知道中東國家和普京關係也不是差 之前這個黑海糧食出口協議 聯合國是發揮作用 不過這次聯合國就沒有參加這個阿聯油 我們不會說阿聯油的這個滑船 安 就是生產 化肥的重要原料 當然 恢復 俄羅斯 這個 化肥重要原料 安息 經過烏克蘭管道再去 亞洲或者非洲的出口 其實都很重要 相關的會談 目的就是為了化解 上次 因為 逐籤黑海 糧食出口協議 其實大家都有些障礙 化解了一些障礙 並且 要解除俄烏出口封鎖 就可以 緩解全球糧食危機 其實我是這樣看的 當然 西方是沒有制裁俄羅斯 的糧食和化肥 但是 大家在杯公蛇影擔心 那些保險公司 船運公司擔心 不如這樣吧 寫清楚些制裁怎樣怎樣 不然人家不肯 混俄羅斯的東西 全世界都遭殃 我們不是幫俄司 是幫 自己說話 因為 你其他地方的東西貴 水漲算高 我們這些東西都會貴 原來上個星期 兩個國家代表 去了 亞聯游的首都 阿布達比 對於 允許俄羅斯恢復出口 安氣進行商討 商討就是商討 不知道 會商 會商 什麼 差點這麼粗口 有時候我們做台灣題 幸好這題不是台灣題 真的讀到 喝幾杯水都不行 因為他 說那些話 有時候 有時候我也要問台灣親戚才知道 有時候台灣親戚跟我說話 你到底說什麼 你到底說什麼 其實經常聽到什麼通膨通膨 我都覺得很搞笑 唉 因為年輕人 因為內地有這個東膨炎 這次是阿聯游商討 兩個國家會 為 釋放 俄羅斯交 dive 交談條件 怎樣做 烏克蘭驅討土耳其大使 告訴路透社 其實 釋放我們的俄羅斯 這次協商 開放俄羅斯安氣的其中一個環節,即是交換條件 不管什麼機會,我們都會切法 可以拿回自己的俘虜 拿回一些戰俘 但是呢 現在究竟什麼進度呢 老頭寫都不知道,因為 這些就是寶物 聽到嗎?小杜魯多,杜魯多,你聽到嗎? 因為你涉及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第三方的時候 不是你說我到國內的人要負責 你也對第二個國家負責的 是呀,不關那些什麼自由,什麼平等,什麼言論,不關那些事的 還沒談論就不可以公佈的 這個就代表習近平中式思維 說什麼? 覺得這樣寸作婦會都可以的? 其實習先生整個 談話當中 是很溫和的,就說 不好說都不可以說嗎? 他就說這樣很難說的 這句話忠誠到不得了 習主席剛才有什麼說錯呢? 當然了 雙方究竟 可否達成協議,阿聯酋也不會說 其實普京昨天 就曾經說過 俄羅斯 的肥料 現在被困在 歐洲的港口 台灣地區又不是叫港口 叫港埠 什麼? 埠,開埠的埠 可能是港口城市吧 他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港口那麼少的事你都要亂差那麼改 不是,他可能是港口城市 什麼什麼埠呢? 反正 即是 很喬口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官員 自力於解除封鎖 恢復安氣出口 阿聯酋的外交部 就不說任何事 阿聯酋 就說 我們對於你們的這件事 沒有任何評論 其實我相信是有談的 我相信是有談的 因為一般說沒有評論的話 就是怕 炒禍件事 其實是對的 說真的,他這樣做是對的 在談,所以不能說太多 沒錯 聯合國發言人 也拒絕針對這件事 其實也不會說 俄羅斯的安氣 將經由 通過黑海的一條現有的管道 出口 這條管道是 為了 每年 從俄羅斯 福爾加地區 輸送250萬噸安氣 到烏克蘭的奧德薩港 附近就有一個 叫做 皮膚登尼 為了送到其他國際買家手上 當然 2月24日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下 烏克蘭就停了 停了這條管道 所以 你以為烏克蘭沒有做事 其實也有 也有 說回阿聯酋這個國家 稍為解釋一下 或者叫做 介紹一下 阿聯酋 記住 真真正正的官方的中文名 就叫做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記住 他們 在香港的 使館都是這樣翻譯 我又不明白 人家官方都這樣 他又是亂差的搞人家 這個 阿拉伯政府 就由 阿布達比 夏爾加 杜拜 阿吉曼 夏吉拉 歐姆古溫 拉斯海馬 七個酋長國 組成的 聯邦制君主國 他們就位於 西南阿拉伯半島的 東 南部 同兩個產油大國是連合的 阿曼和沙地阿拉伯 首都就是阿布達比 也是境內最大 部族 的油長國的領地 簡稱 UAE UAE 當然啦 這個國家 現在 富到不得了 富到不得了 多有錢 他們其實 曾經 被人 殖民過 7世紀的時候 當然不是殖民期 7世紀屬於阿拉伯帝國 到了16世紀 其實葡萄牙都曾經揮煌過 葡萄牙 都是有帝國光輝的 當然他們當時 現在 當然差得遠 當時他們的 真是很厲害的 葡萄牙 一度就是進入了這個阿聯酋 之後就被阿曼 驅逐 之後荷蘭法國 等等的殖民者 都是相繼進入了阿聯酋 進行統治的 後來 1819年 這間 無比巨大 等於一個國家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 的南艇 就是搞定了 幾個 近海邊的 游掌國的要塞 就為了保障 印度 到 埃及的 這個航 航 暢通 波斯灣邊上的暴落 就是跟英國簽約 令到他們管理 防禦和外交事務 所以1820年 他們就成為了大英帝國的保護國 一直到1970年 英國宣佈 中止保護條約 1971年 12月2號 阿布達比 夏爾加 杜拜 阿吉曼 還有 富吉拉 歐姆蓋曼 六個遊長國宣佈獨立 制定臨時憲法 組成阿拉伯聯合油長國 當日亦都是阿聯油的國慶日 到了第二年的2月 拉斯海武油長國 亦都加入了 成為了 現在的阿聯油 當然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 他跟 卡塔爾一樣 以前都是珍珠葉的 採珠行業 曾經是他們資產 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 1966年 阿聯油就發現石油 當然了 一有石油的話 那就發了 發到飛起 沒錯 發到飛起 其實阿聯油也有很多義工 很多 非常多 非常多 原來 海外的菲律賓人當中 在阿聯油做工的人數佔第3位 其實菲律賓人很多為阿聯油 另外還有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因為他們和一個宗教比較容易 溝通一點 當然現在 阿聯油這個國家也很有影響力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再見